Hello大家好,我是凡事 万一中瞩目的暑期档动画终于要开播啦 相信有的观众已经从各个渠道了解过新方的相关资讯 也有小伙伴临近开播还不清楚自己该追些什么 所以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我做了这一期特别节目 在开播前为大家梳理出暑期最值得期待的十部动画 当然一部动画在正式开播前肯定是没法评价和相互比较的 但通过分析那些已经公开的情报 比如宣传PV,制作班底,神游阵容,原作表现,甚至是花边新闻等等 都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出一部动画的最终表现的 于是在本期视频中 我将暑期档案类型分成十个赛区 排名不分先后 各自预测出其中最有可能大放异彩的十部作品 简单的说就是那种伪专家选股节目 所以也欢迎大家在正式开播后 根据实际表现回来狠狠打我的脸 那我们正式开始 首先是第一组也是最没有悬念的赛区 暑期最值得期待的原创番 天狼 讲出昭和初年吸血鬼猎人和吸血鬼的紫斗战争 PV异常炫酷 流畅的打戏爆炸的阵容 明摆的就是冲着嫉妒霸权来的 这几年日本动画的原创领域 一直是一个比较大的雷区 虽然陆续出现过Princess Principle 比宇宙更远的地方之类的佳作 但开播前声势浩大 实际表现却高开低走的原创大作也屡见不鲜 而本次天狼的制作方PAWorks 又恰好是一家尤其擅长制作原创动画的公司 代表作有花开一缕波 白香等等 虽说总感觉画风跳跃比较大 但对我们观众来说 无疑是一次值得期待的观影体验 不过我比较担忧的地方在于 从PV来看 本作主打的是低模系的流畅白人战 而大家都知道 吸血鬼加肉搏战加大制作等于 所以可以期待正式上线后 等待他的叫是圣光还是暗幕了 播放平台 B站 爱奇 腾讯 首播时间 7月12日 第二组 暑期最值得期待的战斗凡 天狼 不要这样看着我嘛 对面天狼这阵容一直进我野区 我怎么选嘛 好的 按照不跨赛区的原则 并排除小英雄巨人 这样的老牌续作后 我给出的战斗番期待值第一名是 工作细胞 原作是将人体内各个细胞 和病菌拟人化的搞笑漫画 但是画风潇洒利落 经常出现一本正经的热血打斗 看的人非常过瘾 相信很多观众都有这样的经历 在一些搞笑片中 看到精彩的动作戏 反而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比如超能力女儿中的这段功夫 而工作细胞的制作组 明显是往这个方向去的 在灰鞋的画风下 宣传PV刻意突出了 病菌登场时的爆炸 和白雪球的匕首刺杀 再加上本作清明的人设和剧情 我大胆的耐一口 暑期流量巨头 算他一份 播放平台 B站独家 首播时间 7月8日 有了热血打斗 自然也少不了体育运动 本季最有潜力的运动番 毫无疑问是 轻语飞扬 假如少女在羽毛球场 挥洒青春的故事 原作走的是 颇为硬核的 王道体育翻路线 女主也是那种 前几年特别流行的 我就是憋死 死外面 从这里跳下去 也绝不会再打羽毛球 艾玛表人真他妈开心 的大魔王系角色 在球技表现上 本作虽然有夸张成分 但比起那些 动不动喷火发波的 超能力体育 也算是比较正经的 写实系作品了 而这类动画 想让路人觉得好看 对作画和音效的要求 是相当高的 近几年的天花板级运动番 排球少年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另外本动画在7月2日 就已经在B站和爱奇艺 正式上线 有兴趣的可以直接去看了 同样匹配质量 也很高的运动番 还有将美少女 打沙滩排球的 姚的街球 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姚的街球的最大卖点 其实是姚的球 所以我把它也放在了 最值得期待的 福利番赛区中 获得福利提名的还有 素食级日常 春圆装的管理员小姐 这样破为奶子 汤瑶装的优奈同学 标题巨羞耻的 青改动画 百炼霸王与圣约女武神 而最终杀出重围的是 异世界魔王 以召唤少女的奴隶魔术 妈呀 为什么名字都这么长啊 假如男主被召唤到异世界 把召唤自己的少女 反而变成自己的奴隶 并作为魔王 勇闯异世界的故事 看上去是那种 特别普通的 装逼戏套路青改 但作为国内某 知名up主的下海第一作 它怎么可能如此频繁 起6月放出的新PV 简直可以用 为所欲为来形容 看看这近似李帆的场景 这堪比李帆的声音 这秒杀李帆的动作 托罗舍你改悔吧 官方更是打出 挑战放送内容下线 这样振奋人性的标语 就冲着勇气的赞歌 福利组冠军非你莫属 希望正片也能保持住 这份纯粹的初心 不过讲真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这种类型的PV的 因为它能快速地 传达出自己的定位和受众 想看装逼和奶子的 自然会追 觉得套路和低俗的 也会绕道而行 彼此都不会浪费时间 这才是高效率的宣发 播放平台 B站 爱奇艺 腾讯 马也竟然不是网盘键 首播时间7月5日 第五 最值得期待的搞笑翻 也是本季度竞争最激烈的 作品类型 潜水社的活力气校园喜剧 《碧蓝之海》 黑帮犯错被送到泰国变性 成为偶像的后街女孩 女子上学路上的 深景病日常 谦虚的通学路 再包括前面提到的工作细胞 都能获得本项的提名 再三纠结后 我最终选择的是 后街女孩 搞笑片是一种 非常吃电波的作品类型 电波对上了 摆个表情就能笑到猪教 电波对不上 段子再多也一连冷漠 所以对于搞笑翻的期待之 我会更多的去考虑 原作的笑点 能否被大部分国人观众get到 比如本季的中间 管理路利根川 我看原作的时候 是笑得很开心的 但如果是没接触过 赌博默尸度的观众 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而后街女孩 作为一部展开迅速 包袱直白的纯粹搞笑片 是非常适合 目前的国内环境的 同时 虽然她的故事根基 是爷们变偶像 乍一看很像是 之前魔法少年 那个萌妹变肌肉男的 反向版 但后街女孩 主要的笑点 并不是靠死扣 这些设定上的噱头 而是通过结合 黑帮梗和偶像梗 巧妙地达成一些 巨爆笑的戏剧冲突 属于后期 不仅不会乏力 反而越看越搞笑的类型 但这以上 都只是对原作的分析 后街女孩的动画版 在我看来 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隐患的 第一是黑帮问题 不同于此前 超能力女儿中 那种主打反差萌的 佛系黑社会 后街女孩 是有一些 比较明显的黑道行为的 如果在上线时 遭到规制 对观感肯定会有不小的影响 第二是深优问题 本作的最大看点 偶像脸 爷们儿青 非常考验深优 能否驾驭出那种 妈的老子 堂的黑社会 跑来给你们唱歌跳舞 谢谢你的应援 真香 的双重身份 而处杰三年组的CV 乍一看是小野大府 日野葱 心经核心这样的实力派 但实际上更多的戏份 是说在变性后的 女版CV身上 负责她们的是 三个新人身游 所以综上所述 即使我个人更看好 后街女孩 但我有强烈的预感 她在开播后的实际表现 很可能是打不过 也有创作出 笨蛋测验召唤师的 锦上尖二担当原作 和负责过 银魂南高的 高松信思 担当监督的 碧蓝之海的 版权方面 两部动画都是 必战独家 后街女孩 7月4日首播 碧蓝之海 7月14日首播 除了经久不睡的搞笑片 暑期党的狗粮番 作品竞争 也一如既往的经历 而在我手中 拿下CP向期待 值第一名的 则是 有恐怖RPG游戏改编的 杀戮天使 没错 在这个世代 喂狗粮 早就不是恋爱番的特权了 本作讲述了 失忆女主 和杀人魔男主 在废弃大楼展开的 逃亡之旅 在国内则因为 知名UP主 燃烧的游戏实况 有着相当高的 粉丝基础 播放平台 B站 爱奇艺 腾讯 首播时间 7月6日 不过虽然是恐怖游戏改编 但新接触的观众 也不需要过分担忧 因为往后看 你会发现 这就是一个 没头脑差不高兴的 本质虐狗番 而动画组 更是变本加厉 明明是黑暗像动画的 宣传PV 接下来是 应粉丝强烈要求 特别加上的 最值得期待的 女性像动画 不过我觉得 自己作为一个男性UP主 是不太有资格 评判这一类型的 所以这里就只给提名了 男子游泳社第三季 Frey大学片 终日合作吸血鬼戏 仪女向IP 目光幻影 人气手游改编 梦王国与沉睡的一百王子 枪械拟人 少男前线 千冲事 我个人还是最看好 Frey的表现和最终的流量 毕竟金安妮出品的质量 和前作积累的 粉丝技术摆在那 而且不同于 此前被优酷买断 本季的Frey是B站独家 再加上官博的谜语暗示 我大胆猜测 应该是三季的Frey 全部都被B站买回来了 再配合各种帅气的新角色 是必能卷起一波新的浪潮 至于其他三部作品 因为受众问题 我实在接触不到原作 这里就教大家一个 通过PV鉴定正片的小技巧 那就是连续的 动态的优质画面 出现越多 可期待值就越高 比如天狼和轻雨飞扬 反之 如果动画画面藏着掖着 原作图片却放了很多 还加了各种拉近 打光 模糊 调色 整得跟静止细脉的似的 这种PV即使再精致 也要悄悄警钟 因为很可能说明 临近播出 正片 却连拿得出手的画面 和演出都没有 接下来是一个特殊赛区 最值得期待的热门动画 本组预测的不是实际质量 而是作品能夺得的 最终流量 那因为本视频的受众问题 我们就偷个来 直接简化成 猜猜B站的哪个7月翻 点击最高 按照以往的经验 B站的播放量霸权 一般都出在搞笑翻 和战斗系大片中 具体的本季度来说 就是前面提到的 天狼 工作细胞 碧蓝之海 谦虚的上学路 和后街女孩 而前四者采用的都是 必然会影响流量的 大会员先看政策 只有后街女孩 是免费观看 所以没有任何悬念 明眼人都能看出 B站的7月播放量霸权 将是 Overload第三季 我说什么来着 是不是没有任何悬念 作为B站买的 最值的动画之一 它总计框看 两亿的恐怖播放量 在两个季度的 新翻乱战中 问鼎榜首 而此次的第三季 更是还没开播 就累积了近百万的追翻数 把前面提到的 五个挑战者 秒了好几倍 要知道这还是在 很多粉丝都不知道 同一步翻的不同季度 要分开点追翻的情况下 可以预见 伴随着暑期党的流量加成 第三季完结 是总播放量突破3亿 也是指日可待了 首播时间7月10日 说了这么多新翻 我们同样也要提一下 暑期的剧场版动画 虽然国内观众感兴趣的 应该就是将于8月3日上映的 《我的英雄学院》 剧场版《两人的英雄》 剧本由原作者 枯月跟平亲子操刀 故事发生在第二季和第三季之间 也就是说我们又能看到 活蹦乱跳的欧书啦 而且根据预告 我们似乎还能一睹 欧罗麦特年轻时的风采 哇 真是爽到啊 不过在这部电影 99%的概率 不会被引进的前提下 国内的我们 估计要等几个月后 才能看到了 最后再回到新翻的话题 第十 暑期最值得期待的 续作动画 同时也是我个人 最期待的动画IP 所以才死心放到最后 禁机的巨人 第三季 这部动画的影响力之大 和制作水准之高 肯定不需要我多说 第三季主要讲的是 原作的王政篇 也就是很多人说过的 文系很多 政治系很多的那部分 但我更喜欢称之为 对人战部分 不同于此前 围绕着巨人展开的PVE战争 王政篇的主要敌手 来自墙内 因此会出现很多 针对人类的 制斗 策略 反转和打戏 没错 我们即将看到 专门为杀人而特别强化的 立体机动装置 和大量的空中PVP 不过肯定也有动画观众觉得 卧槽怎么突然就开始 人打人了 作者是不是江郎财经了 首先这个想法是非常正常的 我自己在追漫画时 包括这次的王政篇在内 也有很多次 有过同样的念头 但事实证明 剑山创真的是一个 很厉害的作者 每当我以为他剧情暴走 开始瞎激发画的时候 只要继续往下看 最后都会发现 原来我自始至终都没有走出 他从一开始就画下的那个圈 所以相信我这部动画 无论是制作还是剧情 看下去都绝不吃亏 近期的巨人第三季 首播时间 7月22日 播放平台 王盘剑 那么以上就是我在开播前 对暑期党的个人预测 其实还有一些 值得一说的动画没有提到 比如Eyland 原口核战技 Bananda Fish等等 但他们要么是流出的 信息量不够多 要么是没法特别明显地 归类到某个赛区中 为了节目效果 还是等到后续的 新翻妙妙屋中再去讨论 此外 本季度新翻的国内播放选之争 可以说是B站的大获全胜 上面提到的种子选手 大部分都被B站收入囊中 乃至独家垄断 不知道是不是前段时间 上市希娜的资金 发挥了关键作用 而其他对手方面 爱奇艺依然保持了 稳定的满帆比例 优酷动漫进一步撤出 腾讯视频经四月的石头门后 继续缓步扩张 看来国内的新翻格局 又要风云突变了 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关注一波范市 想了解我的更多动态 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好的 我们下期见